我是梁武力國士 我是香港公開大學 人民社會科學院的副教授 不教很多創作的科 都會有教關於廣播劇的創作 我印象中有聽廣播劇 都是晚上的時候會播多的 多數都是有時候 你會在皮豆那裡偷偷地聽 因為其實小時候 父母都不讓你太晚睡 但有時候你偷偷地 是否用Walkman聽呢 那時候好像都是 然後偷偷地或者接收電台去聽 晚上你不讓別人知道 你偷偷地聽那個劇 我最記得有時候 你會在皮豆那裡忍不住 自己笑出來這樣 因為其實教創意寫作 或者一些創作的科目 其實那個想像力是很重要的 教廣播劇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就是可以分別想像力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本身是一個視覺文化為主的一個年代 很多東西我們是用視覺圖像去做思維 但是我們的聽覺方面 其實很少有一個邏輯上面的訓練 所以其實如果用廣播劇的話去教學 可以令到同學放低 比較常見的一個視覺思維 就用一個聽覺方面去做一些不同的想像 我希望同學是大陸的廣播劇和香港的廣播劇都認識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從歷史來說 大陸的廣播劇發展就比我們歷史都來 還有到現在它都發展得很好 始終我們是香港的大學 我們很希望同學都知道香港的廣播劇的歷史 所以如果在香港那方面 我們一定會教十八個師作 會教一些長篇的系列劇 譬如錄景記 有些文學上的改編等等 因為其實它是香港歷史最悠狗的一個廣播劇 而且它到現在都是有一個播放的 而且它應該是很貼近香港小市民那種的心路歷程 每一天經歷的時事等等 而且我覺得它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它近幾年是加入了很多新的角色 是年輕人的角色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種世代之間的交替 應該它印象中好像都是更新過三代的 所以加一些年輕的角色 有很多同學聽的時候都會很共鳴 所以我們上課播的時候 我會抽了很多不同的集數給它們去感覺 有些可能是建制派一些的 有些就是黃絲或者年輕人多一些的 有些可能是大陸下來的某些角色 他們一直聽的時候都覺得很有共鳴 其實那個意義就是 它一定是陪著香港人長大的 一個很重要的廣播劇 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都是天天先的 就是天天都會用最新的時事去做一些回應 這件事我覺得是保持著這個廣播劇 有生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但我覺得它最成功的當然就是有幾個主角 周老闆 還有三姑等等 他們經歷過這麼多年 其實每個聽眾聽起來都已經有一個熟悉人了 但是年輕人可能就未必很認同老一輩角色的想法 所以剛才如我所說 他加了譬如揮仔 然後加了一些年輕的角色 有年輕人的聲音加了下去 整個茶餐廳的氣氛等等就會越來很多 我覺得那種生活感很重要 我自己都還會聽廣播劇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是很忙的 你回到家你會靜靜地坐在那裡看電視 或者是用視覺去固定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去看東西 什麼都不做其實是困難的 但是聽收音機或者聽廣播劇有個好處就是 你一邊開車也可以 我一邊做某些簡單的工作 我去廁所洗碗還是怎樣的時候 我都還可以去聽聽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應該把握這個優勢去發展 你反而你坐下要看電影要看電視劇 譬如現在要追《燃熙功來》這樣 我其實很想看但我真的很忙 我不能夠每一晚 犧牲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去看 我寧願就是簡單 我聽一些短的廣播劇去調劑一下 你這個瘋婆你這次吃瘋了嗎 養完東西就掉漏漏漏漏漏 不是這個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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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忙嘛 忙就是會漏漏漏漏 高官都忙 忙到忘記了房子有僭建也是這樣 哎呀 好有道理啊 請祝你真是歌山座 哎呀呀 肥佬呀 那就好心理啦 人人都會漏漏漏漏漏 長嫂的記性就算好了 你看看才爺 對呀 那份財政預算案 漏漏了280萬人 都是這樣 是啊 現在才爺保留實惠 說關愛 了解 快要從 spicy趟